哎呀行了行了 说了这么多 到头来你不就是一个 峡谷里的奴仆吗 按照你的这一套理论 血脉强大的人 作为这里的主人 可以肆无忌惮的 享用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作为自己的食物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啊 我们四个都是那个 叫子狂的爷爷奶奶 按照你这一套逻辑呢 是不是应该跪在我们面前 叫一声祖宗啊 容坤这样的歪理邪说 刚一出现 便惹得身边灵瑶几人 哈哈大笑了起来 龙坤你有这样的孙子 我可没有 想占他们便宜的话 可别带上我 因为他们不配做我孙子 灵瑶突然间 又补上了一波三倍暴击 分分钟让这波嘴炮 彰显出了无与伦比的杀伤力 也让面前这刚刚 还是一脸骄傲模样的古王 所有的颜面荡然无存 徐阳等人并不清楚 事实上这陈鼠团七大阵营 与所谓护法元素使之间 也是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的 因为从实力上来讲 七大陈鼠王的实力 要强于作为护法元素使团 可地位上偏偏要被元素使团的 一众魔法师们压制一头 这样一来 陈鼠团王级的强者很是不服气 心里面一直都憋着一股劲 想要在风头上压制过这些 自以为是的魔法师们 原本古王正是想拿徐阳团队四人 这四个卑微的人类来刷存在感 然后再用强大的手段将他们抹杀 以此在元素使团面前 彰显自己的强大 却不想这场战斗还没开始 古王就被龙昆这家伙的一套歪理邪说 说再一点面子都没有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下去 古王啊 看来人家根本就没当你是一回事 这你也能忍 元素使团分明就是在煽风点火 一面继续压制羞辱古王 另一面则是进一步刺激双方提前开战 而元素使团坐守渔翁之力 自然便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面前这四个人虽然都还没有动手 但隐隐间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 还是让元素使团这些敏感的魔法师们十分忌惮 有古王在前面扛雷 他们自然就能够进退有度 礼于不败之地 倘若古王真的得手 只能说明这四个人不堪一击 罪该万死 若是古王吃了鞭 元素使团在强势出手抢夺古王的功劳 同时也能进一步错灭陈鼠团七大王的气焰 总之不管怎么说 古王这个冤大头是当定了 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徐阳四人的危险 不管在哪一方战场 这种轻敌都是万万不能犯的致命错误 而眼前古王显然没有这样的意识 相比于身后这些看上去十分精致从容的魔法师团 古王的情商和智商方面明显有些不足 古王话音一落 冰冷的气息是他的本体迅速爆发 这是古之领域 驾驭亡魂之谷的手段修饰 徐阳显然并不陌生 但这古之领域突然出现 却还是带给徐阳团队四人很大的惊喜 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能量体系的爆发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领域范围内所有的元素力 竟然都在这一刻通通失去了生存环境 走向掩灭 徐阳冷笑 不过是东师笑评 邯郸学步罢了 奴仆永远都只是奴仆 他们永远也无法成为这座峡谷真正的主人 也就只有沦为食物的份了 徐阳话音一落 脚下猛的一阵 一阵无比狂暴的杀戮气息 在徐阳手中的修罗之剑上释放出来 曾几何时 徐阳一度能够将这修罗剑道的杀戮之势提升到顶点 但真正的杀伐之道 徐阳已经很久没有再使用过 现在他出手更依赖于领域里的结合 以及神通手段的配合 然而这一刻 徐阳心中却仅仅只是升腾起了无尽的杀意 他就是要让面前这自以为是防御力惊人的古王明白 在绝对的杀戮之道面前 任何防御都仅仅只是毫无意义的反抗 冰冷的杀戮之光当空斩下 这一见所过之处 独属于修罗一脉的杀伐气焰被彰显得淋漓尽致 那股森冷的杀意 竟是让整个恶灵峡谷都为之以惊 使者大人 这个叫徐阳的领袖似乎很不一般 他的身上拥有多重底蕴 但是这一股杀是惊人的修罗之道就很难应对 我们需要提前做出应对准备吗 就在下方战场有了动作之后 那些始终处于观望状态的魔法师元素使团 也兴起了些许躁动 身边那个副统领毕恭毕敬的 对面前这个斗篷领导者开口询问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古王不是自以为是很久了吗 就让他明白什么叫做天高抵厚吧 现在我有一件钥匙要交给你去办 彼时 徐阳这一件惊天之力完全爆发了出来 澎湃的杀之气焰更是无可阻挡 而那愣头青古王偏偏打算 用自己强大无比的肉身防御力扛下这一件 此刻却因为这样愚蠢的决定 遭到了难以想象的压力侵袭 该死 这家伙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 劈出来的这一件竟然如此狠辣 连我的肉身都险些 被这一件的力量完全崩碎 古王咬紧牙关 忍不住开始咒骂起来 他倒是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被一个卑微的人族压制成这番模样 更重要的是 此刻元宿使团也在场 如果自己要是啃不下这块硬骨头 那么日后在七大王面前 陈属团阵营的颜面 恐怕就是真的荡然无存了 看来你真的是最爱作死啊 今日我不将你随时万断 我古王这两个字就到着写过来 下一个瞬间 古王勃然大怒 就看到他这本就有无数道闪烁着精致光芒的巨骨打造的肉身 竟然就在这一刻迅速发生了结构上的改变 如同一只巨大的变形体 从两米多高的人形态 形成了骨体猛兽的模样 而他这幅轮廓赫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恐龙 你可听说古龙的名字 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